Hello, 歡迎收看酒瓶故事, 我是Gary 上次和大家介紹過Lance Bar 今次就介紹一下他的兄弟 Lanche Musas 上次提過Lanche Musas 和Lanche Bar 以前是由一間叫Château Lounge的酒莊分拆出來 Lance Bar 由Kaz家族收購 傳到去第三代的繼承人 已經被人當做可以挑戰上位的超二級裝 而今次的主角, Musas 就慘了 其實我們差點就沒有Lanche Musas 喝了 話說當年分拆之後幾經轉手 在1919年傳到Kazdiger家族手上 這個家族在波爾多是相當有聲望 當年助勇二級酒莊, 藍爵, 別瘡伯康 和索廳的列級酒莊, 多斯 Fraterine 兩間都算是搞得有聲有色 當時人人都覺得Lanche Musas 要起飛 的確在頭幾十年都算是不果不失 巔峰時期,酒莊的佔地去到250公頃 不過去到1960年左右 老莊主的子女決定要分家產 最重要的是沒有人想打理這間Lanche Musas 酒莊在那段時間幾乎是被廢棄的狀態 土地被子女這裏加一坷那裏加一坷 去到1969年的時候 葡萄園的面積已經剩下10公頃都不夠 就連酒莊的建築都殘殘舊舊 連釀酒的設備都殘到用不到 那時候的Lanche Musas 只剩下5級酒莊這個大名 但是在市場上根本找不到他們的酒 不過幸運的是,老莊主其中一個兒子 Emil Castigar 終於立起心肝重新整頓這間酒莊 我們現在才有這款抵飲的Poyard烈級酒莊飲 幸運我兩個兒子有一個生性 而且當年還有一件趣事 Emil在剛剛接手頭幾年 因為酒莊的設備實在殘得太厲害了 Lanche Musas 的酒全部都是在他家族的另一個酒莊 Château Pattahy 裡面釀製 直到Lanche Musas 的城堡修緝完成 才回到原地釀造 在Emil的努力之下 酒莊慢慢回到現在有60公頃的葡萄魚面積 他們在2000年的時候 找來曾經擔任 迪金白馬釀釀酒顧問的中師級釀釀酒師 Denis du Bourdieu 在他的參與之下 酒莊的Quality更加是越做越好 他和Lanche Musas 的質素 雖然完全沒有比較的餘地 但是我自己覺得 他領兄弟是有一個小小的共通點 就是他們的酒都很適合大眾的口味 成熟的黑加輪子和布林味 永遠放在最前段 後段才再慢慢出汗菊和玄筆碎 這類Poyard的特質出來 而且價錢一點都不算貴 要知道他坐落的地方Poyard 是波爾多最出名最黃金的地段 就算不算他的兄弟 那裏還有三間一級裝 兩間超二級裝 還有勁受歡迎的單公雙公 看得這裏的列級酒裝一定會水漲船高 所以不管他是保持初心也好 真的賣不起這麼貴也好 這款酒絕對可以作為Poyard的入門酒來試 而且絕對不會令你失望 最後Lunch Broussard 2019年 是Castiger家族擁有這間酒莊的100周年 所以你會見到那一年的酒標 特意轉為紅色來做紀念 除此之外 這一年是被認為有史以來做得最好的一年 趁他現在不用300元就買到 不妨買多幾支回家放下 如果想看更多酒莊的故事 就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